根据规划 华南国家植物园未来将进一步提升 圆容圆貌 把38个专类园中的4个建设为世界一流 4个建设为国内一流 同时通过改造科普场馆及标识系统 使年游客数从2021年的160多万人次上升到300万人次以上 未来的话我们要把现有的开放的区域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 把没有开放的区域也把它开发出来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开拓夜间的游览项目 那这些的项目我们将来的目标群的游客 可能就是外地的游客为主了 十四五期间 华南国家植物园将立足华南 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其中建设华南种植资源库以及提升千地保护能力 是最重要的建设工作之一 未来计划实现植物保育两万种以上 对珍稀 宾威植物 经济植物 特有植物 三一植物 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科研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数量上去以后还有一个质量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希望有六千种左右是经济植物 然后华南地区95%的珍稀宾威植物 都千地保护到我们华南植物园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以后 其中的农学就是植物园开发利用这一块 能够变成全球的千分之一 同时我们要发表更多高水平的原创性的一些成果 升级为国家植物园 那么这个国家植物园这个名片就将差得更亮 六个升级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值得分业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把科研区展示区 以及周边市政设施纳入规划范围 核心功能区规划总面积319公顷 其中展示区将进一步突出 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峰回路转 岭南园林客色 未来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建成国家战略植物资源保育 与可持续利用基地 国际植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恢复研究中心 以及国家自然教育与生态文明示范基地